就在昨天本届的亚洲杯之旅就此落下了帷幕 对于今年的亚洲杯之旅来说 对于这个南篮就是一个无情的打击 经过今年的亚洲杯之旅之后 让许多的中国球迷对这只中国南篮失去了信息 从中国队的这期战来看书菲律宾 拜澳大利亚 一分险胜伊拉克 两分逆转叙利亚 一分战胜黎巴嫩来说 这只中国南篮真的已经沦落成为亚洲的二流球队了 不过在这次世界杯上也有几点遭到了大家分愤怒 或者说质疑也可以 今天小编归纳了这几点 No 1 场均1.4分小将怒喊郭艾伦 引在和澳大利亚的比赛中于德豪首发 他的表现 太过平庸 当郭艾伦替补登场后 于德豪在郭艾伦拾球时大喊着向郭艾伦要球 这一幕也引来了球迷的强烈不满 显然他在比赛中朝郭艾伦大喊着要球 惹怒了很多球迷 以至于现在中国的球迷对这位22岁的小将于德豪 更是记忆犹新呀 要知道于德豪在CBA只有场均2分 进入国家队再度受到质疑No 2 其里根用周鹏遭玩暴 如果说本届的亚洲杯之旅谁最低迷 相信明眼的球迷都能够发现这人就是周鹏 可以说周鹏自从进入亚洲杯之后就毫无状态 但是杜峰对于周鹏的使用却是非常依赖 说白了周鹏绝对是杜峰最依赖的球员之一 这或许也是因为杜峰一直直叫周鹏熟悉他的打球路数版 不过相反的是替补的里根不断地打出优异的数据 尤其在叙利亚之后的几场比赛里根也确定了球队的位置 不过在此之前杜峰任人为亲的态度 也是遭到了球迷的不满No 3 宣人机制在遭质疑 如果说本次亚洲杯最失落的球员是谁那一定是李木豪了 不过对于李木豪的使用上杜峰也采取了雪唐的办法 这一点得到了大家的赞赏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你雪唐一名球员就是少了一个名额 尤其在今年的亚洲杯上 这个队带了五名后卫球员 而内线的薄弱非常显而易见 说白了内线能使用的只有韩德军和胡金秋 如果在当时选人的时候能够考虑到这一点 哪怕是带商讨和林相信也不至于陷入内线杯玩爆的局面罢 而这一次南南带选人机制在遭质疑No 4 杜峰的执教能力 这次世界杯杜峰可以说给球迷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 尤其是在每次暂停的时候 我们都能够看到杜峰只负责化战术版 而负责他战术版的永远是工作人员 还有在暂停中我们能够听到杜峰在讲解战术的时候 永远是磕磕磕磕磕 但是在抱怨球员的做法上绝对是一流的 所以杜峰今年的执教能力又一次得到了验证 而杜峰的教编还能握多久相信 也是我们这些球迷最关心的一点问题 本次爱州杯球迷四不满任人为亲戚用铝根 产军两分进国家队遭质疑 别别别别别别别准备 不兴能协谋 我们不想跟兴 Hit 我们再说一遍 我们可以看 感谢观看